我們繼續看Chapter 37 Deflection Pattern 我們前面講的大部分都是什麼 都是你所謂的 狹縫 它的孔洞大概要跟 你的可見光 因為你做實驗中可見光 可見光波長大概400到700奈米 接近一個微米 所以那個狹縫大概也都是微米等級 甚至 狹縫的 雙狹縫距離可以甚至到 如果你把光改一下 變成是高能量的光 波長很短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不要用狹縫 你可以用一些周期性的結構 就是金格 所以我們可以用相同的概念來看 金格的繞色的問題 所以我們假設不要用可見光 這個波長太長 我們換一個S光 那S光它的波長可以從哪裡 還是有一個範圍 所以它可以從0.01奈米 到0.1個N重 到達10個奈米 那實際上你的金格的距離 比如原子之間的距離 大概是 比如0.2個Nm到1個Nm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用 向右邊 右上角這個機器 這個機器是一個Powder X-ray Difflection 那它 實際上會有一個S光 那這個機器的這個 公司型號 我們寫在這邊 就它有一個 有一個型號 然後 這時候它就會有一個S光 它利用一個X-ray Tube 其實概念很簡單 你就是 用高能量的電子 你就把電子加 就是加速 那一樣就是 怎麼樣加速 你就用電廠 電壓差加速 加速以後 那電子打到銅 然後銅原子以後 它會把 如果能量夠高 它會把銅原子 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接近原子核 靠近原子核的 那些電子 把它打掉 打掉以後呢 它外面 高能量電子 電子 你知道那電子 會 繞著那個原子核 做一個 運動 在繞著這個原子核在跑 那 它會有什麼 它會有S-ray P-ray D-ray 高能量 這邊低能量S-ray 高能量是P-ray 那P-ray電子掉下來 之後 它就發光 發出來的光 其實就是 它的能量很高 波長很短 所以就是所謂的 X-ray 譬如這邊講 如果以這個型號 它的 X光 是怎樣 是1.540598 那它是 一般我們講是 銅的 Kα的這個光 那它就是 這個 銅的什麼 銅原子裡面 這個電子 從2p 詭域到達 1s詭域 它掉下來 它所發出的光 那 我們要 我們要看這個 金格繞色 其實有一個 布拉格定律 它概念上就是說 假設 你的 你要看的這個 金格的 距離 就是 金 一般我們看 這些原子排列 變成一個金面 是二維的金面 那這個面跟下一個面之間 有一個 距離 這距離 叫D 那這時候 你可以很簡單的 用我們前面的這個 光的 乾色繞色的概念 知道 譬如說 當它 射進來的角度 是Sida 你看到它 這邊 進來的光 X-ray的光 跟什麼 跟它偵測的 偵測器的角度 實際上它都會保持 固定一個角度 就是Sida 好 所以你偵測到 如果是加強性干涉 這裡是Sida 那這時候呢 你就發現到說 第一道光跟第二道光 這個就是第一道光 第二道光 之間 會有一個光層差 那光層差就怎樣 就在這個位置 我們畫出來 就是它 會有 兩個正成鳥形嘛 那這兩個 短邊長 都是D sine Sida 所以 如果滿足什麼 滿足這個 光層差 2D sine Sida 剛好等於 波長的整數倍 這時候你就會是一個 加強性干涉 那加強性干涉 你就可以測到什麼 測到 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 呃 如果已知難達 然後 一般N都是1啊 或2啊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測到 它的什麼 面與面之間的距離低了 好 那 這是一個簡單的看法 實際上它也可以用什麼 用向量的概念來看 你看 你看 你的光一照過來 它其實就有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向量 這邊往這邊照 就有一個 X光 就有一個K向量 它的 長 它的大小 就是2π 除以難達 然後它有一個方向 那另外 它進來跟出去 就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 呃 它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向量差對不對 那這向量差 就是ΔK向量 你剛剛算半天這個布拉格的 Condition 2d 上下 等於N 其實 就是 進來的光 出去的光 這兩道光之間的什麼 的 向量差 然後跟什麼 跟它的金格之間的一個關係 你可以看 我們可以導出來 所以這ΔK向量 它的 大小 很簡單 你可以 利用 這個 角度 跟K大小 你看這邊 我們把它畫一下 這個角度是θ OK 然後這個大小 這個長度大小 是難達分子2π 所以你就知道說它是 它是什麼 它是 K乘上sinθ 然後兩倍 2Ksinθ 那這K 又可以換成難達分子2π 所以 然後接下來 你把它講 把這個ΔK向量 實際上用來講 用來走它的金格 這個距離 因為這個是波 波 然後走這個距離 所以我們再用藍色畫 這個是波 當然是 入射跟 反射的兩個 兩個波的差 ΔK 然後這個什麼 這個是距離 那兩個之間 如果滿足一個關係 就是ΔK向量長度 可能像低多等於2π的整數倍 再把這ΔK 2K sinθ 把它帶進去 然後再把K 用難達分子2π帶進去 所以你發現到 其實這個條件 答案就是 布拉格定律 2d sinθ 所以 最後你就知道說 你要記得去看 路射光 反射光 然後他們之間的什麼 之間的向量差 向量差就會跟你的金格之間 有作用 有加強性干涉的時候 就滿足什麼 滿足它是 相乘 這就是 k乘上 距離 k乘上 2π的整數倍 就變成加強性干涉 那你就找到什麼 找到你 看到亮文的位置 好 所以我們把剛剛的概念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說 實際上你雖然看到什麼 看到是一個 X光 路射 然後反射 但是真正的重點是什麼 你要看的是兩個的向量差 比如說 你把這一個 路射光跟反射光 然後把它 畫在一起 你就看到什麼 看到一個向量差 這個就是你的重點 你要看的是 ΔK這個向量 ok 好 那這個ΔK向量 就會跟什麼 跟你的金格作用 然後就產生加強性干涉 所謂布拉格的條件 那它的 概念上就 ΔK向量乘上 D等於2πn 那你可以 反過來 來想這個問題 就是說 最後你要看到這個光 跟什麼 光跟這個金格之間有 加強性的干涉的話 你實際上會看到什麼 看到這ΔK 像量 它應該會跟這個2πn 2π除以d N被有關 那 後面就是 科學家就反過來想 想說 那我就去 根據你的金格去怎樣 去畫一個叫什麼 叫導金格空間 所以很多人看這個書上寫 導金格空間看不懂 那實際上它是為了講什麼 講這個 光 X光 高能量的光 跟什麼 跟金格之間 它的這個 加強性干涉的關係 然後就是 找到這個導金格空間 那當你的ΔK向量 如果滿足是 導金格空間的向量的時候 它就會怎樣 就會看到是 加強性干涉 就會是亮文 好 所以我們就把金格 把它這樣 去找導金格空間 導金格空間其實很簡單 你在Y方向它的距離是B的話 那它Y方向就是B分之2π 那X方向距離是A的話 它就導過來就是 X方向距離就是A分之2π 所以右邊這綠色的點是什麼 是虛擬 就K空間的點 導金格空間的點 它不是10空間 左邊就是實際上 你看到原子的排列 那面這個 如果有週期性的排列 那它就會 它就會跟這個光 有產生 這個什麼 加強性干涉 那加強性干涉條件 就要滿足右邊 右邊這個 就是導金格空間的這個條件 它必須要是 B分之2π整數倍 或A分之2π整數倍 甚至呢 甚至它可以什麼 它可以是 這個方向 可以是這個方向的一個 加強性干涉 也可以 也會有這個面 你會看到 你去找 好像我們在畫 我們畫的是另外這個面 你也可以講 你也可以是這個面 這個面 那這個面的話 它就是 應該是 這個向量 畫一下 應該是這個向量 所以你可以 找到它對應的 什麼 K空間的向量 那你滿足這個向量的條件 那它就會 產生什麼 加強性干涉 那它就會有 相對應的一個面 像我們畫這個面 再用 藍色再畫一次 這個面 這個面 它其實就 對應到一個向量 OK 好 那利用這個概念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看 如果我把光 照進來 然後滿足了 它 它ΔK 向量是 這個 金格 金格 金格之間的距離 那這時候就會講 就會產生 加強性干涉 我就會看到 看到這個 亮點 所以譬如說 假設有一個 一個金格 是我們上面 這個紅色 這個點點 這些金格 然後我們就去 畫它的 K空間 就是右邊的綠色 然後把它移到下面 變成一個綠色 然後接下來 我有一道光 射進來 那你要把那道光的 什麼的尾巴 放在其中一個什麼 其中一個導金格的 空間的點上 然後畫出這個光來 那這時候呢 你就以這個箭頭 當作圓心的畫一個圓 那如果說這個圓 剛好講 有經過其他的點 譬如說這個 這個綠色點 這個綠色點 那這時候 你就會看到 看到加強性的干涉 所以 實驗上 你會看到 這個光一照進來 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亮點 那 這個是 其中一種實驗方法 你會看到說 我怎麼樣看金格亮點 但是我們一般用的方法是什麼 是他的 就是我們用的這個 波長比較短 能量比較高 所以你看到的 大部分是講 是成像在 你露色的光 成像在前面 你會看到金格空間 那 那你看到這個什麼 這個是另外一種實驗方法 其實你如果去找 有很 之前有很多種實驗方法 其中一個實驗方法 他會講 他會在 露色光之後 空到金格 他把周圍圍一圈 然後去找這個亮文的位置 這是一種實驗方法 那 那我們後來用的實驗方法 通常你的 這個 K是比較長的 你看到這邊 露色光進來 K比較長 那 一樣 它的起始點 這個項鍊 要放在綠色的點 然後 終點的這個地方 用畫一個圓 所以你找到這個綠色的點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 找到什麼 找到實驗上 你看到的光 所以你實驗上 你一道光射進來 你就看到 旁邊你會有什麼 會有這個亮點 所以你在螢幕上 就會看到那些亮點 這是所謂的 就是K空間 導金格空間的一個 加強性干涉的亮文 那同學家也如果有做實驗 實際上你 大部分做實驗的時候 你會把那個 金格狀結構 會把它磨成粉 磨成粉 以後叫做 Powder X-ray Deflection 那為什麼要磨成粉 因為 實際上的磨成粉 就是把它變小以外 讓它可以轉各種角度 你可以看到這個小小的 一個一個 奈米金粒 它轉各種角度 轉各種角度的話 你這樣打下去 就有機會 有機會去找到 你的加強性干涉的面 因為 有時候剛好 如果沒有做旋轉的話 它剛好這個位置不對 你就沒有找到你的加強性干涉的面 那實際上 它這個旋轉的概念 是什麼意思 就跟我們剛剛一樣 就是你先 把導金格空間 這綠色的點找到 然後接下來你 露色的光 就是橘色的這個向亮 就從 其中一個點 然後 進來 然後到這個箭頭位置 然後你用 箭頭跟點位置 可以講 可以畫一個圓 那這時候你看到 好像只能夠看到 其中一個點 那這樣的話你就 找不到它的其他的 其他的金格常數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你把它磨成粉 以後它有怎樣 各種旋轉 那各種旋轉就代表 代表這個 導金格空間 是在旋轉 所以你看到我們 就把什麼 把這個 綠色的點 旋轉 就畫成一個 一個 紅色的 這個圓 你看到 譬如這個綠色的點 旋轉一圈 就畫成紅色的圓 那 旋轉一圈 畫成紅色圓 譬如這邊 綠色的點旋轉一圈 畫成紅色圓 紅色的圓的話就會講 就會跟 譬如這個 點 轉一圈紅色圓 這是第二層 然後就會跟 跟你這個 這個 剛剛的黃色圓 會交 交到一個什麼 交到一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上 你就找到這個向量 這向量就是怎樣 就是你加強性干涉位置 所以你把它磨成粉 就變成各種方向都有 那你就有機會怎樣 在這個黃色的這個區域看到 就不會像 原本沒有磨成粉的時候 你只看到 其中一個點 那你把它磨成粉 就轉 轉來轉去以後 就各種角度都有 要轉一圈 轉一圈以後 你就有機會這樣 有機會在某一個角度底下 你會看到它有加強性的干涉 那 實際上你的 這個 PWD出來就是 大部分 X軸就是這個角度 兩倍角 然後 Y軸是強度 那你看到 它 像這個是PBS這個結構 那結構我們畫 又把結構圖畫在這裡 然後你就看到說 它有一個加強性干涉 然後這是200的面 那它大概在30度角 你就可以利用30度角畫出它的 找到 不是畫出 找到它的這個 經格常數 譬如說 這邊 因爲什麼 因爲我們按照剛剛我們 那個 找到的加強性干涉 Blog條件 我們說這個 找經格空間 找到條件 跟Blog條件 是一模一樣 好 所以你可以找到說 D200 就是 200其實跟100不一樣 100的話 它的 假設它的 長度是這樣 20的話它的面是這樣 再一半 好 所以 Blog條件 就是 2Dsin Cida 那這個Cida 我們不要忘記 這邊是兩倍角等於什麼 兩倍角等於6分之π30度 所以 Cida 是12分之π OK 然後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一倍的波長 波長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同Kα 它 這個X光它的波長是1.54m 所以呢 你再把它算一下 就是D200就等於2.98m 那 20我們剛剛講的是 一半的金隔面長度 所以 你變成 10的話 就會乘2倍 你就得到5.95m 那你去查一下這個 表格 你發現到 PBS是這個 就是 它是一個 大概是Cubic的一個結構 然後呢 它的金隔長度大概就是 ABC 走行都是 差不多 它長度大概就是5.936m 所以你看到我們從 XRD的這個實驗結果 這個這張圖 然後 計算一下 得到這個金隔長數 跟理論值非常非常的接近